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 伯猪亲人类之类的这种多肉吊篮应该怎么去养 你看下我面前的这一颗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视频了 当时给大家做视频的时候长得也就一米左右 这两年的时间时间长到两米多了 你看看我自己比的身高就可以了 它呢是非常好养的 好多花也在家中养的时候出现烂液 烂静烂跟走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你没掌握好技巧 你想要养好只需要做好音乐三步圈 所谓的音乐就是夏季要虐待它 夏季放到室内明亮光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浇水不食肥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因为在夏季温度逐渐的超过三十度 它就会彻底的休眠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温度 温度在二十五六度以上的时候 您就要停止浇水让喷土彻底干了 喷土干了以后 您逐渐的拿到室内明亮光的地方去 肥水都不给它供应 这样去待到秋季浇上水 食上肥料就能够快速的恢复 有的话也说 它的叶片如果不浇水是不是就会干掉呢 它会干一两个 干一部分不会干的太多 因为它的叶片含水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不要害怕这一点 夏季短短几个月就能够安稳的度过 三不缺就是春季不缺 秋季不缺 冬季不缺 这三个季节不缺 它们在春秋冬三个季节是快速生长的 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光照充足 不能缺光 保证水分充足 盆土干到一半左右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保证环境的通风度 肥料要给它使用 使用什么呢 要选择花多多十号高淡的 这样它就会快速的长枝条 长叶片枝条长得很长 如果你没有花多的时候 你可以用淡淋甲均衡的多元素的肥料 什么是高淡的肥料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淡肥 淡肥是促进长枝长叶的 这个肥料就能够让它快速长枝长叶 因为它是以官叶为主的 开花并没有特点 它开出来的花就像一个小毛刷一样 不好看 按照小七说的 把这个一虐三不缺 记住了 保证通风 冬季温度不低于五度 那么您在家中 就能够把它养成一个大窗帘 到时候挂在墙上 多个盆摆在一起 绝对会垂下来 非常的漂亮 喜欢吗 喜欢你也可以去演一下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饭 点关注再到